藍衣的黃振庭雖然是首次出戰奧運 不過沒有協場 面對著加拿大球手黃俊 黃振庭沒有遇到太大的考驗 在半個小時之內就解決對手 這個世界排名第八的香港首席球手 直落贏四局晉級 比分是11比9 11比8 11比5 和11比9 第一、第二局都自己可能不太適應 氣氛和環境 因為都挺疼痛的 所以我們一個個都落後 但是慢慢打到後面都OK的 女單方面 世界排名24位紅衣的李浩晴 面對給他第25位烏克蘭的比連科 四年前的倫敦奧運 李浩晴有份各族 不過就是出戰團體賽 今屆輪到他去挑戰女單 面對削球型的對手 李浩晴有個不錯的開局 先連贏兩局11比8和12比10 一、二、三、三、三 雖然之後被對方追上局11比9 不過李浩晴很快就作出調整 他再贏13比11和11比6 局數贏4比1入16強 守 我觉得自己打得90分 自己本身对写球手是比较差 所以在这些场合 就是奥运会赢到写球 我觉得对自己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 李浩晴打入16强之后 下一场的对手就是国家队的李晓霞 李晓霞就是上一届的伦敦奥运 女单金牌得主 不过李浩晴说自己会放开来打 不感到有压力